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 国内有第四例的这个境外一路 的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病例 那这一例是一位北部50多岁的女性 那在1月13号到15号 曾有中国大陆的武汉旅游史 一天内召开两次记者会 疾管署26号晚间紧急公布 台湾又出现了第四例 确诊武汉肺炎病例 目前生命征上稳定 那X1PN只有轻微的肺炎 那体温也没有超过38度C 所以目前是住院隔离 继续观察状况中 国内第四例确诊案例 是名50多岁的女性 她在1月13号到15号的时候 到了武汉出差 但她并没有前往华南海鲜市场 接着16号开始 从武汉跟团到了欧洲旅游 不过22号开始出现了咳嗽症状 25号起情况越来越严重 但当下她并没有在欧洲当地 就诊看医生 接着独自搭机 经过广州转机返台 全程佩戴口罩 并在入境时 主动通知机场检疫人员 接着就被后送到 负押隔离病房 26号确诊武汉肺炎 虽然疾管署强调 返台班机上 这位确诊的50岁女子 全程佩戴口罩 过程中 她先从武汉飞往欧洲 再从广州转机返台 一共搭了三个航班 从广州返台的班机上 至少接触了13名机组人员 机上蛮空的 所以她有特别 自己掉了一个位置 所以好像前后都没什么人 不过可能还要再详细调一下 常常才知道 武汉肺炎疫情升温 台湾已经累积了4例确诊病例 各单位绷紧神经 要持续追踪 防堵疫情扩大 记得台北综合报道